家人在榮總住院趕回台 想要探視 但卻受限於隔離的規定 結果見不到最後一面 賴簡訊不斷求援 拜託能通融 因為醫生要宣告家人死亡 拜託拜託 還問可以麻煩指揮中心 幫忙延長時間 原來就是因為 簡易隔離期探病 雖有寬限 但一天就是只能兩小時 這個規定就很奇怪 我覺得你完全都沒有 一個彈性空間 就是不把老百姓的一個 福祉放在前面 賴先生是在10月15號 媽媽病危和妹妹趕回台 還特別挑了距離10分鐘 車程的防疫旅館 結果母親17號過世 她卻因為當天探病過了 就算後來母親病情急轉直下 也看不到最後一面 防疫的規定 她沒有辦法去探病 之後會鬆綁嗎 部長所謂的鬆綁 這樣都是之前疫情嚴峻時 規定隔離合申請外出 檢驗陽性採檢兩天內可申請 但每天一次 每次只能外出兩小時 可是病人病況又無法掌握 讓他們一個專案的方式 好不好 希望在這邊能幫我們做一個 中央的溝通 國際上的疫情 有趨緩的情形 我們可能就會針對這個 可以離開的時間 或者是篩檢的一些規定 會再做一些有彈性的調整 雖然防疫重要 但規定畢竟是死的 對藍先生來說 成了她一輩子遺憾 TVBS現在無窟原理 做橫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